搅拌站由骨料配料系统、皮带输送机、粉料撑凉系统、液体撑凉系统、搅拌系统、自动控制及管理系统、粉料储存及输送系统等组成。 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及特点、配料系统。 撑凉范围按照索配搅拌机的容量核定,计量精度均为正负2%。 骨料一般设计四仓,集中石料仓两只石料仓不带破拱的振动剂。 每个料仓底部有可以调节的螺杆,以便根据需要调节料门的开启度,从而控制物料的流量。 料仓的底部另一侧有防止卡料的装置,可以有效防止超粒镜骨料卡住料门,导致门关不严而出现的撑凉不准确。 骨料料仓单仓容量有如下规格,13立方米、20立方米、25立方米、30立方米、45立方米。 也可以按照客户要求增减仓数或变更容量。 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及特点,皮带输送机。 骨料从配料机输送到主楼,采用皮带上料形式。 皮带有槽形皮带、人字形皮带、平皮带三种可供选择。 若设备安装的场地受限,建议选择采用槽形皮带机上料。 场地充裕,则可用平皮带机上料。 人字形皮带占用场地,则介于二者之间。 槽形皮带机上料的特点,占用场地小,制作、安装、快捷。 但是皮带沾沙料比较严重,难以清理。 平皮带输送机上料的特点,占用场地大,制作、安装、周期长。 配有自动清洗装置,便于清理。 一般适合于固定式搅拌站和大型浴拌站。 平皮带机一般设计有双走道,以便维护保养。 同时,在两侧均装有紧急拉线开关。 作为紧急情况下,皮带机停止使用。 中部的张紧装置,采用自动重力时,皮带的松紧度通过配重的增减来调节。 同时,改向滚筒的润滑均通过加油管,嘴,引道走道两侧上,便于加润滑汁。 头部改向滚筒位置处,装有自动喷林清洗装置。 负责将皮带表面粘的细砂,冲洗到皮带架下的废料溜槽内。 皮带架上部装有采钢板压制的挡雨棚。 即使在雨天生产,不过将过量的雨水带入到搅拌机内, 或因雨水造成皮带打滑,骨料下滑,设备基本实践全天候生产。 皮带的宽度一般是800毫米和1000毫米两种规格。 根据不同的机型选择带宽和带速。 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及特点,撑凉系统。 粉料的撑凉一般有水泥撑凉系统,粉煤灰撑凉系统两种。 每个撑凉系统均采用三支悬壁浪式传感器撑凉。 抖体上装有振动器,出口配有气动叠法总成。 出口与搅拌机采用软连接,以保证撑凉的准确。 根据实际需要,可以采用水泥,粉煤灰,累积撑凉,也可以采用单独撑凉。 撑凉范围,根据搅拌机容量核定,撑凉精度一般为正负1%。 水,外加剂撑凉系统,一般采用一支拉式传感器撑凉。 出口配有气动叠法总成,与搅拌机进水管间采用软连接,以保证撑凉的准确。 撑凉范围,根据搅拌机容量核定,撑凉精度一般为正负1%。 投料的工序,一般采用将外加剂和水一起泄入到搅拌机,或先将外加剂投入到水中,再一起泄入到搅拌机。 搅拌主楼选装外包风时,内部就配有布袋式的收尘系统,并附有引风装置。 该收尘系统,可以有效将骨料、粉料,投入到搅拌机时产生的绝大部分粉尘吸纳,并返回到搅拌机中,有力地减轻粉尘对环境的污染。 如果不选装外包风时,上注装置将不提供,所产生的粉尘将直接排放到桌边环境中,此时不适宜在有环保要求的地方使用。 而引风装置,主要用于将投料时产生的气流,在短时间内引出到主楼外,防止瞬间气压过高,对撑凉系统的准确性造成影响。 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及特点,搅拌主机。 全部采用双握轴强制时,轴端采用五重密封结构,轴端支撑与密封各自独立。 轴端的自动润滑过程由系统设定,客户只需要及时往储油桶内按规定加注润滑汁。 弧衬板和搅拌叶片采用高个高盲合金铸铁,确保耐磨。 正常情况下,寿命可达到3到4万贯次。 观察检视门带安全保护装置,确保检查维护的安全。 泄水管采用多路喷淋,力保搅拌轴,必不爆水泥团。 泄料门的开度可调,可根据需要调节料门开度大小,以适应不同品种的混凝土要求。 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及特点,粉料储存和输送系统。 粉料储存罐规格一般有50吨、100吨、150吨、200吨、300吨等规格。 粉罐的附件有仓顶收尘机、高低料味剂、破拱装置、仓顶压力安全阀等。 粉料的输送采用螺旋输送机,规格有FY219、FY273、FY323。 输送的效率为每小时20到100吨。 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及特点,电控系统方面,采用PLC加工控机模式,其中PLC按钮中间继电器采用西门瓷品牌。